财团法人和善基金会结合天力生计 派出志工忙里忙外 为住在七堵的这位70岁的低收入户 独居的随姓阿公整理房屋环境 端午节快到了财团法人和善基金会结合天力生计 支持华山基金会照顾全国五个县市 总共20个孤老个案 有三处特地选择为基隆地区的孤老整理房屋环境 并且制正电冰箱电视机和电风扇等家电 七堵在地信仰中心庆济工也加入关怀的行列 希望让独居的长辈能够感受来自社会的温暖 过一个温馨的端午节 因为刚好和善基金会跟华山基金会做一个配合 然后也感谢我们天力生计王执行长带领所有的伙伴 一起来共襄盛举来把这个爱传出去 因为端午节的前夕所以我们和善基金会 跟华山配合了将近有五个区 然后20位独居的长辈 帮他们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家园的建构 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园来度过端午节 甚至我们还有送上我们他们所需要列出来的清单 那我们一一的都送到我们将近20位全台湾20位的长辈的家中 也帮了也发动了将近200多位的一个天力的家人 帮他们做整个的一个打扫 由于随姓阿公的房屋非常老旧 后半段靠近厨房的屋顶更是因为支撑的木头老旧腐朽 已经半塌陷相当危险 墙壁更是因为四处破洞 杂草都已经长进房子里面 更别说是下大雨时的情况 欺读在地信仰中心沁济工 也由主委柯金标代表加入关怀的行列 现在这个屋顶这么严重 随时会发生性命的问题 那我看了以后我说希望我们没有忘 还有我们社会善心人士 一起来帮他处理屋顶的 还有来整理这些问题 看能不能把它解决 像在马祖慈悲的立场上 我们看能不能帮他马上来处理这个事情 我们呼吁社会人士一起来 河善基金会董事长毛慧瑜 亲自到现场看过后 也愿意和静纪工合作 协助整修塌陷的房屋屋顶 让阿公生活上更安全也更便利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